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是离不开一群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了 没有科学家的存在 也就没有电影本身了 人造人摩根从小生活在实验室中 他就像所有科研人员共同的孩子 每个人都对他很好 像教育孩子一样教育着摩根 摩根易于常人生长得非常快 一个月就会走路 5岁就能长成15岁孩子的外形 可是意外发生了 行为学家艾米带着摩根去森林玩耍 一头被木头刺穿的鹿出现了 摩根一把就拧断了鹿的脖子 这一行为引起了科研人员们的担心 不管他们如何将这个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却始终改变不了摩根内心的暴虐和嗜血的本心 于是他们把摩根关进了封闭的小房间 没想到摩根却失控了 捅瞎了护士的眼睛 因此公司派来了一个风险评估员维瑟斯和一个心理学博士 如果摩根真的非常危险 那么将被销毁 维瑟斯开始着手调查 发现所有人都在维护着摩根 就连被捅瞎眼睛的护士都说摩根是一个好孩子 只有一个厨师表示 摩根总让他感觉不寒而栗 心理博士也对摩根进行了心理测试 测试中摩根表示自己是爱着护士的 可是在博士的步步紧逼下 摩根不得不承认 自己确实不懂哀 在博士的逼问下更是抱起 咬死了博士 在维瑟斯的帮助下逃跑的摩根被抓住 绑在了实验室 虽然所有的人都很不舍 但主要负责任郑博士决定销毁摩根 摩根开始哭着喊着 哀求着每一个人 郑博士强忍着痛苦 表示不要再喊自己妈妈了 并转身离开 让其他人动手 他不想亲眼看着摩根被销毁 而小组的其他人也改变了计划 打晕维瑟斯关了起来 众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没想到摩根却暴走 干掉了所有的人 除了一开始带他玩耍的艾米以外 就连郑博士也被闷死 之后摩根打倒了逃出来的维瑟斯 带着艾米来到了一个湖 他觉得只有艾米是爱着他的 原来仅仅是因为艾米曾答应他带他去看湖 最终维瑟斯感到把摩根淹死在湖里 还打死了艾米 私立逃生的厨师追问着艾米的下落 也被维瑟斯干掉 第二天 公司就来人清理了尸体和现场 高层们就此时进行了讨论 原来维瑟斯也是一个人造人的产品 其实这部电影归根究底 探讨的还是人心 尽管科学家们对自己和摩根之间的感情非常重视 但还是不足以对公司上层的人物做一个警醒 人造人这种庞大的市场一旦出现 便是利益的根源 而摩根自然体会不到作为人类这种复杂的情感 科学家们只给了他人的身体 却没有给他注入人类的感情 应该说这样的反自然生物的存在 本身就是个错误吧 我是小应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 我更多的独立